一日召开第十二届第八次的会员代表大会 会员决议通过结束清算互助会 也通过出售该会坐落资彰化室房屋还土地 其出售所得并入退还互助会员互助金 再以缴交的会员互助金金额比例计算 退回会员互助金之款项 那会员的会员费互助会商账费用 申请日起至109年2月29日 彰化室老人会常年会员间相互扶持 而资金出入更是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 本案财产处分的工作 除新闻与县政府社会处备查 并经社会处含附有关本会出售 彰化室中新路一补发支三号房地 符合人民团体法第27条所规定之 人民团体会员会员大会之大会决议 应有会员代表过半数之出席 财产处分之决议 应有出席人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规定办理 彰化室老人会作为一个人民团体 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 所有的作为跟依法办理受到的约束 为此取取所有的媒体记者朋友 本于媒体第四选公开公正的报导 让本次老人会互助会员有的美意得以留住 我们的会员人数一直低减 每个月都有人往生 没有人来加入 那我们的安全人数必须在三千一百个人左右 现在所有的会员人数只剩下两千一百个人 所以这样子算下来 只要每个人死亡的破口 我们就差大概九万至十万 那十个人的破口就差大概在将近百万 所以我们现在现有资金还有两三千万 虽然听起来两三千万好像很多 但是这样不行啊 会称不了多久 所以赶快把这些钱冻结要推翻给这些 还在缴会的会员 我们的结余款就早期三千六百个会员 那假如一个人的话收一百块是三十六万 那支付一个人最高的死亡会用三十二万 就是会结余一个人结余的话会有四万多块 那就是慢慢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 那假如是十个人就是累积了四十万 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些的结余款项就是这样慢慢一点一点累积下来的 那现在会员只剩下两千一百个人 那支付的费用还是在三十几万 那一个破口就是在九万 十个破口就是九十万 那这九十万只剩这样来补贴的话 大概称不了一年半 这样不行 所以赶快把这些资金动机要推还给这些 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栋房子是民国七十七年 彰化县彰化市老人会买的 现在也疼惜这些付出会员 因为结余怕他们损失太多 所以决定把这栋房子拿出来卖 来贴补这些会员的损失 对所以那个不是互助会买的 不是 那那边的那个资金的话是给谁 那那边的资金是彰化市老人会的一个账户里面的 桌在里面 所以一定会有这个账目 所以不会有账目不清的问题 对绝对不会 因为彰化市老人会它有两个账户 一个是互助会的专款专用 那一个是彰化市老人会的会员运作 那彰化市老人会的会员总数加起来四五千个人 互助会现在只剩下两千一百多个人 是这样子 所以它的两本账户是独立的 假如你要看住金 它一定是在彰化市老人会 所以没有账户不清的问题 当然这些阿公阿嬷他们很可爱 他们就是当初早期付出会的概念 当然结亲一定是会有所谓的损失 那他们也想采取就是说 可不可以多拿一点 但是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 我们也很主动的释出最大的诚意 因为家庭就不会到家庭了 现实的状况就是因为会员减少 不这样处理这些阿公阿嬷会顺势更多 所以他们做这个动作 我们是尊重于包容 我们也会心疼于不甘 因为这些阿公阿嬷 人家是账两年多的钱在拉买 还是真的是不得不这么做 不然他们以后再撑个一年半 薛蓬贵那事情会更严重 那中间有没有就是想说做 在这个当发现说有这个破口的时候 我们会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开源跟节流 修正给付标准 在修正这个过程当中 也当然跟有会员的RQ 它原本可以领到32万 结果修正到30万0400 也为了这个上了张务市条件委员会 要告诉他们为什么会修正 因为就是会员人手短缺 再来在很多努力去找 请小组长说找人来加入 但是时空背景的转换 现在这个年代大家都去跟保险 没有人愿意跟互助会 所以产生这个问题点 那怎么会在这个节目 刚好是108年度12月 刚好整年度的结束 在我们开会员大会 1月13日开会员大会决定结清 那刚好在这个时间点赶快承报幸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